王楠林退伍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女朋友许倩倩分手了 那天她带着退伍光荣刚从火车上下来 显得格外精神 许倩倩则一成不变的白裙子 站在车站门口文静的等着她 她俩会面后王楠林就说我们分手吧 她说的非常和气 似是在商量却又无庸置疑 许倩倩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叹了口气 最后回答 好吧 她用了一种终于到了这天的语气 仿佛这个结局 她早就想到就是看谁先开口一样 周围人群纷纷扰扰谁也没有感觉到悲伤 其实她俩都没有过悲伤 空气尴尬良久 就在俩人不得不说点话的时候 许倩倩开口了 我先送你回家吧 王楠林点了点头 她没有理由拒绝 然后王楠林和许倩倩俩个人就像很多年前一样 并肩走在了大街上 很奇怪 他们仿佛谁都没有被刚才那一段稍稍不和谐的镜头所影响 一路上依旧说说笑笑 走得非常和谐 让人看不出是男女朋友反而觉得更像两口子 但如果听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你就会发现无趣到了极点 两年没见的情侣所聊的竟然全是家乡的变化之类 男的说话客客气气 女的回答文文柔柔 仿佛双方都在敷衍一样 很快就到了王楠林的住所 许倩倩停住了脚步 是的 他们恋爱多年 至今还没同居 别说同居 就是接吻也没有一次 他们的恋爱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除了一起吃吃饭就是聊天 很多年后 王楠林回忆起这段恋情时把自己佩服的五体投地 许倩倩站在一颗霓虹灯下彩色的灯光 把他平静的脸涂抹的变幻多端 让人看不出他此刻是释然还是难受 你到了多年来一成不变的台词 到了这个桥段 王楠林虽然两年没表演了 但现在重吻起来技巧一点也没丢 接着又是沉默 当王楠林感到身体有点冷时 搓了搓手笑着说 那么祝我们分手快乐吧 分手快乐 王楠林回到卧室 打开客厅的大灯 光线来的突然让他有点微微炫目 王楠林叹了口气 思绪飘到初二难年寒冷的冬天 他刚和同学打闹结束 眼看马上就要上课了 于是跑到只有一个水龙头的地方洗手 手刚伸出 就看见了一个穿着紫色绒衣的女孩在等着 王楠林对他笑了笑 示意让他先用 他也笑了笑 表示不用 俩人就让了几分钟 结果上课了 谁都没用成 王楠林到了教室才知道 买个女孩是刚转过来的新同学 叫许倩倩 他俩就算认识了 从此以后 他俩只要一见面 都会不自觉的会吸一笑 并不是他们在前面那一个礼貌的举动中 获得了什么特殊的感情 对于许倩倩 微笑纯粹是表示客气 而对于王楠林 微笑也仅仅是为了表达回礼 他们就这样很正常的 用着正常的方式 维持着正常的关系 可是不知为何 这些在正常不过的举动 在同学看来 却变成了极为不正常的意图 A问王楠林 你是怎么追到 刚来不到一个月的学生妹的 B问许倩倩 虽然王楠林还不错 但比他好的班里也不少 你怎么刚来就看上他了 对于这些疑问 他俩都是微微一笑 本家是清着自清 着着自着的心态 在同学眼里 却成了默契的心有灵犀 无语的不能再无语 就这样被议论到了初中毕业 毕业晚会那天 为了避免尴尬 王楠林和许倩倩 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 教室的对角 做着一切进行的顺利无比 他俩都在以为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一个同学却大声嚷嚷 尤其我们的王楠林同学和许倩倩同学 为我们表演分别之吻 也祝福他们身份新部分 顺时掌声大作 王楠林和许倩倩脸上的难堪 被同学美丽的误会成害羞 就在这万分紧急之刻 王楠林灵机一动 拉着许倩倩就飞奔了出去 王楠林点上一根烟 继续回忆着 时间转眼到了高中 高一那年 王楠林兴致勃勃的跑到线 重点高中八十一班前去报名 报名册就在班主任的桌子上 班主任说 你把信息核对一下就可以走了 王楠林核对完信息 却在上面看到了一个扎眼的名字 他郁闷了一下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初中的李大嘴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身后 南哥你也在这个班 我刚刚在楼下看到嫂子了 老师抬起了头 王楠林听到了门口书落在地上的声音 定睛一看 就是许倩倩 然后就看到了班主任不悦的神情 在热情的同学李大嘴的热心绑住下 不到一周时间 王楠林和许倩倩的爱情故事 就在班里流传了几个版本 结局只有一个 现在他们又在一起了 王楠林和许倩倩就这样在一起了 他们也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在别人的谈论里 前一幕花了 在一起后他俩就像真正的情侣了 吃饭一起吃 看书一起看 聊天一起聊 可是虽然天天在一块 他俩却又好像从未在一块 所有的剧情似乎都是为了好心的 不让同学失望 他们在一起吃饭却不说话 他们在一起说话却不谈感情 他们在一起谈感情却不说自己 他们的关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他们的情感纯洁的不能再纯洁 高三毕业 王楠林当兵去了 许倩倩上了大学 他们就这样分开了 却又好像从未分开 时间继续朝前走 转眼王楠林和许倩倩分手已经一周了 他们俩个就像湖面上的扶平 静悄悄的在一起 又静悄悄的分开了 谁都没有留恋谁 谁都不曾挽留谁 王楠林在部队里想的很多 对于分手 他也是苦下决心 他们的感情平淡的经不起任何波浪 他不想再没有希望的将来痛苦的分离 所以就只能在能看得见的现在和平分手 其实感觉就是这样 当你一直拥有一件东西时 你会很难发现他的美丽可爱 而你一旦失去 他的好处就会像夏天的雷雨出现的让人措手不及 王楠林在部队明明习惯了吃饭时 没人说话的严肃 可是回到家里 他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许倩倩 曾把自己碗里的肉夹到他碗里 他在部队明明习惯了看书时 没有人打扰的安静 可是回到家里 他却情不自禁的想起许倩倩 曾经为他折好已读过的标志 王楠林忽然发现 他记忆里曾经的点点滴滴 除了两年的当兵时光 所剩下的竟全是许倩倩 只不过曾经不曾用心 许倩倩回到学校之后 大三文学习的那位流浪诗人 还是不该出心的在校门口等着他 诗人一见许倩倩 就像小狗看见了主人一样嗷嗷直叫 围着他续寒问暖 像他夸耀他的诗集 今天又有多少出版社想卖他的版权 以及他是如何拒绝的 和这本诗集灵感的来源 就是他之类的话 许倩倩以前还可以礼貌的敷衍应付 然后到了寝室门口在婉然拒绝 但今天却没了这份心思 不知为何 自从今天看到这个流浪汉 就莫名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烦 诗人却不知道 他见许倩倩像往常一样不说话 于是没趣的又讲了几个笑话 他见许倩倩提着包 便殷勤的伸过手去接过来 这本来是一个很有眼色的举动 可是就是因为一不小心碰到了许倩倩的手背 许倩倩就一改往常的状态 忽然像犬夜叉发狂扬大猴 拿拿拿 既然你那么喜欢拿 就送你好了 接着就把包甩在了诗人身上 含着眼泪走了 诗人防不胜防的抱着那个包包 憋屈的一脸冤枉和无辜 这天王楠林找完工作回来 在路上遇上了李大嘴 李大嘴还是像往常一样 喜欢说人家八卦 一见王楠林就不停的在他面前诉说着 这两年许倩倩的情况 李大嘴说 男哥你可是好福气 自从你当兵去了 可苦了嫂子 嫂子人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在学校几乎成了全校女神 一周之内收到的情书不低于二十封 收到的玫瑰不低于三十数 接到的吃饭邀请不低于四十次 其中最猛的就是一个流浪诗人 从大一到大二 两年估计有一年半在围着嫂子转 不时还毛手毛脚 也多亏嫂子忠贞 对那诗人说了一句话 他就老实了 什么话 王楠林问 我男朋友可是当兵的 你在毛手毛脚 就算他怕引起居民纠纷 那我也要告你调戏君嫂 牛逼吧 王楠林听完就流泪了 他终于确定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李大嘴话还没说完 王楠林转身就跑了 忽然一个急刹车的声音 许倩倩下一分钟就接到了一个短信 王楠林被车撞了 正在某某医院抢救 许倩倩几乎是哭着跑到那家医院的 当他看到王楠林的家人 正左右为难的时候 他的爸妈却都自觉的招呼亲友 默默离开了 许倩倩看着正在昏迷着的王楠林时 不知为何 他却笑了 他笑他终于又看见了王楠林 他笑他又可以默默的帮王楠林擦拭桌子 他笑他又可以像从前一样 为王楠林偷偷的做这一切 而不被他发现了 故事的高潮终于到了 自从王楠林住院以后 就一直昏迷不行 许倩倩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进去守着王楠林 只是以朋友同学的关系 一天去看一次 直到一周后 王楠神秘的把他叫到面前 含着眼泪说 孩子你知道许倩倩是谁吗 最近这孩子晚上老是发烧 一发烧就说胡话 一说胡话十句里面 就肯定有九句有许倩倩 我问了来看他的同学朋友 他们说许倩倩是这孩子 从初中谈到现在的女朋友 你要是认识他 帮我联系联系 不管他俩现在怎么了 我只求他能来看看这孩子 说不定 说不定他一来这孩子就好了 王楠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许倩倩听着听着也哭了起来 王母见许倩倩哭了起来 于是又哭得更猛了 接着病房门口就出现了 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互相安慰 又互相嚎啕大哭的局面 很久之后 王母问许倩倩 你哭什么 许倩倩抽气的回答 我就是许倩倩 于是他俩又哭了起来 故事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像高意识一样 许倩倩又莫名其妙的成了 王家的儿媳妇 他从没承认也没否定 他只是习惯性的没客了 就过来帮着王母打点王南林 和以前不同的是 他比以前有感觉了 他有时会看着王南林傻傻的发笑 有时会想着以前默默难过 有时会在未来的憧憬里感到幸福 还有面对王南林的朋友们 他们对着总是在忙碌的许倩倩夸赞不已 许倩倩擦擦额头的汗 总有一种满足感 或许两口子过日子 也不过如此吧 可是王南林什么时候行呢 故事的结局 李大嘴出现了 他和许倩倩讲了王南林出车祸的原因 李大嘴走后 许倩倩握着王南林的手又哭了起来 王南林偷偷的睁开眼睛 看着哭成泪人的许倩倩 悄悄的露出一丝坏笑 他想该行的时候应该到了吧